各位网友,这条片我想讲讲,又有一间内房企爆雷了。 在过去三个月,中国首100间内房企中,已多了6间爆雷了。 但这一间是特别的,所以我才特意拿出来讲讲。 我要说的就是远洋集团。 远洋集团1993年成立,是第一间在香港上市的内房企,在全国内房企中排名第25。 它有什么特别呢? 为什么它的爆雷会令到所有人震惊呢? 首先,它的股东权是大型国企,最大股东是中国人寿,占了20多百分号。 然后是大家人寿,中远太平洋等等。 有这样实力雄厚的股东背景,为什么会搞到破产爆雷呢? 它负债到底有多少呢? 所谓债务违约,如果你过期没还钱,合约还会有15天时间让你追捕。 如果15天后仍然没还呢,这就叫做交叉违约。 因为在所有你签的贷款合约条款里面,都有一个条件,就是你不可以任何债务中违约,只要有其中一项款约,就即是所有都债违约,这个就叫做交叉违约。 我们看看远洋集团,它的整体资产总值大约是2500亿。 第一件是我们留意到的,就是它持有的现金有多少。 三年前它持有的现金是380亿,两年前是290亿,去年是180亿,今年跌到93亿,即是现金枯竭。 然后,它的债券又跌到多少钱呢? 要看那家公司能不能破产,你首先就要看它的债跌到多少钱,然后你就知道了。 因为一家公司如果没钱,最先损失的是股东。 公司要拿资产去还债,那些债是最优先处理的,然后才轮到股东。 因此国寿叫了远洋集团信严的财务总监去谈,目的当然是追究他账目问题。 结果那人当场跳楼死了,因为实在交代不到。 我看他的财务状况表,就知道这家公司已违在旦夕。 为什么呢? 第一,去年和今年他出售的楼鱼尺价是多少呢? 一尺楼面卖1000元,据报毛利只有5%。 这意味着什么? 这意味着他正在抛售价房产,不惜任何价钱递钱抛售,结果去年远洋集团亏使了100多亿。 远洋集团整盘数账目是2600亿左右,欠2000亿债,股东资本就是600亿。 我可以告诉你,只看这账目可知道他的负债达到8成。 这家公司肯定已经是资不抵债,因为资产一定是夸大了的,而负债则是真的,而且还会有隐藏的债,负债实际上不止他所讲的那么少。 你要知道,如果物业公司面临破产,抛售的资产通常只能卖出六七成。 只要你陷入现金流的问题,你就完蛋了。 而且今年6月的销售额比去年跌了5成。 大家都觉得远洋陷入了一个悲剧之中。 而远洋陷入的这个悲剧,又令到所有这类内房股的债跌到一个新低,很多内房股100元票面的债券跌到80元以下。 这又牵涉到第二个大问题,那是什么呢? 就是现在是什么人持有他的债券呢? 麻烦了,是大陆的社保基金。 社保基金持有了很多他的债券,这个时候就很尴尬。 社保基金卖不卖他的债券呢? 如果卖的话,就促至这些公司的死亡。 但如果不卖,社保是人民退休的时候养老救命的钱,被你这样亏使了怎么办? 接下来我就看看这些在今年要还的有多少钱。 那些内房股今年要还的钱大概是9000多亿,其中2000多亿是国外债。 其实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? 就是大陆政府怕内房股全部破产,国内债一律不准追。 现在我们远洋集团知道爆雷,是因为他在香港欠了美金计价的债, 这些人是会追你债的,会入饼要求你清盘的。 但是大陆政府就认为你拿它没办法,你又不可以上去接收我的资产, 因此经常在这个关节眼上僵持着。 我应该这样说,内房股的问题已经存在三、四年, 但是大陆是没有正视过这些问题。 去年疫情期间,那些买了烂尾楼的人不肯再供款, 因为他们一直在供款的那层楼交不到他们的手上。 那怎么办呢? 于是大陆就先不用他们供款,另外再用了4000亿去救这些烂尾楼。 你猜结果是怎样的呢? 只有两成可以复工,因为实在是没得救。 你要政府出来救一个烂尾楼,其实只能救一种状况的, 就是他的现金不够继续建完那层楼的。 但你可以想象,假设一幢楼有10个单位, 在新建之前,那10个单位他其实已经卖出了7间。 本来他需要根据工程进度动用那笔钱, 但他与银行合作,私下调动了那笔钱去买地皮。 现在变成烂尾楼,他没钱做工程,政府出资让他继续施工。 但施工完成之后,其实不会因为这些房子而再有收入, 因为钱早已收了,你还要交楼给人。 那么政府投放进去的钱又怎么能收回来呢? 就是只靠卖剩下未售出的那些单位。 这些单位能不能卖出去呢? 即使全卖出了,楼价一再下跌,始终不能归本。 于是其实就是不能复工。 大陆对所有这些问题,就是拖字绝。 就好像恒大事件,拖延三年也不去解决, 结果就是流血不止。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? 因为利息不停在家,问题只就越来越大。 而且最近这一年,房地产的销售跌了三成, 今年再跌三成,房子根本卖不出去。 很多人都说要救房地产,但是这个房地产是没得救的。 我解释过给大家听,房地产没救是因为它太高, 根本是一个泡沫。 这个价钱不是中国人民现在的收入可以负担得到的, 是纯粹靠父母、外父外母、全家人的钱凑合起来去买的。 谁知道经济环境变差,收入下跌,很多中产阶级都接近破产。 我曾简单说过,一对中产阶级夫妇, 老公有100多万年薪,还有200至300万定期储蓄, 他们的财政理应很稳健, 于是他们买了有一套房子,房贷约是楼价的七成。 谁只有一天丈夫被解雇, 然后发现他找不到类似工作, 要去开网约车,月薪只有几千元。 两个儿子读的是学费很贵的私立学校, 供楼要供1万多元。 他们算过,即使有百多200万积蓄, 只能支持两、三年就会花光, 因为要供楼,于是他要卖楼。 卖那层楼时, 他们发现楼价已跌穿了他们的房贷, 卖的话还会欠银行钱。 一夜之间这些中产阶级就破产收场。 远阳集团有三大国企在背后, 而竟然陷入这样的处境, 连几千万美金都拿不出来还债。 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? 第一,这些国企的管理体系有很大问题。 中国人寿做大股东, 人寿公司有一套很严密的监管资产的制度, 你是大股东一定要有人在董事局, 不让他乱来。 那怎么可以让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? 第二,如果这件事不是很严重, 坦白说如果是两、三百亿的事情, 这三家国企会拿钱出来救他。 因此这次的债很可能是过千亿。 等如平安保险就过华夏房地产, 结果亏了千多亿。 你要填的洞越来越大, 不然那个人不用去跳楼死。 这些理应是比较稳正的公司, 而且因为它是国企的背景, 银行很容易会相信他, 连他都崩溃。 第三, 你看到北京政府在这一年多两年是毫无对策, 只是坐着耽误时间。 你受了伤, 你不肯施手术, 让他不停内出血, 终于等死。 中国的房地产是占了中国经济的28%至29%, 只要这一个板块下跌两成, 国内生产总值就不见了6%, 就已经是陷入严重的衰退。 中国人民现实房贷约有60多万亿, 然后内房企借了大约30万亿。 但是其他的企业借的180万亿, 其实大多数是房地产来做抵押的。 其实背后全部都是房地产。 当楼价跌, 就整个银行体系就动摇。 而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深圳。 我早一段影片就说过, 香港房地产问题很严重。 现实香港的空置率超过10%, 大家记得我说过那个笑话, 董建华和梁振英两人坐的游艇漂流到一个孤岛, 被岛上土人捉住。 土人跟他们两个说, 现在要杀你们, 唯一会解救你的方法, 就是你两个先到森林拿一个水果出来。 于是董建华拿了一颗葡萄出来, 土人就跟他说, 如果将那颗葡萄塞进你的屁股, 你能不吭一声的话, 就放过你, 否则就杀死你。 此时董建华忽然之间大笑起来, 为什么他大笑呢? 因为他看到梁振英拿着一个榴莲从森林里走出来。 香港问题很严重, 但深圳问题更严重。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深圳拿了一个榴莲从森林里走出来。 现实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是24%, 我问你怎么办? 而远扬事件是一个突破性事件, 显示了内房企和大陆的房地产的最新发展 已恶化到什么程度。